我们都知道木叶三人的称号是雨影村的伴葬 但当时大蛇玩 刚手和自来也年纪不大 大概都是24-5岁的样子 还远未到巅峰期 要是过20年三人在巅峰期联手的话 一定是能打败山椒鱼伴葬的 但如果在巅峰期单对单的话 三人之中谁最有可能打败伴葬的 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下这个问题 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们首先要讨论下巅峰期的伴葬是什么水平 首先伴葬这个名字就不减败 按本老师能把这个名字给他 就能看出来他对伴葬有多重视 毕竟福布伴葬可以说是日本最出名的人者 而且在者之书中 评价伴葬是那个时代达到顶点的人者 和伴葬同时期的人者都有谁呢 伴葬活跃的时期正是第二次人界大战 而除了沙影村的二代影之外 各个村的影恰巧都在第一次人界大战结束时阵亡 所以包括沙影村在内 各村的三代目都和伴葬是同一时期的人者 我们先看看各个村的三代目们都是什么水平 首先是沙影村的三代封影 号称是有史以来最强的封影 他拥有在忍界独一无二的血迹限界磁盾沙体 而沙影的三代火影 曾经同样有历代最强火影的称号 在沙影崩溃计划中 他甚至一人对抗三个女级忍者联手 成功地保护了沙影 沙影村的三代雷影实力也不是盖的 他在忍界大战中 曾经以一迪万大战了三天三夜 这份持久力是当时忍界的独一本 沙影村的三代土影大野幕的拿手绝学 是血迹淘汰成队 在第四次忍界大战中 他是现任无影中表现最好的 巅峰期的他想必不会闪耀 那实力估计比忍界大战士 还要强上一层楼 只有三代水影戏份太少 我们不知道他的实力如何 今天就不做讨论了 可以说各个村的三代影的实力 都不可小觑 而半葬居然是同时代的人界顶点 还获得了半神的美誉 逐渐在当时的人者世界 半葬的实力还是无人不服的 直白点说 半葬的实力就是放到 所有的影中排名 那也是名列前茅 也正因为半葬的名号和实力 都得到了人界的任务 所以大蛇丸 自来也跟刚守在得到 木叶三人的名号后 并不觉得这是战败后 耻辱的称号 反而因为这个名号来自于半葬 让他们三人名扬天下 当然这跟他们三人后期的实力 也是分不开的 半葬靠什么打天下呢 按照公示书中的记载 半葬最拿手的两项技能是 通灵术山蛟鱼和水顺身术 其中山蛟鱼的毒更是名震天下 在第二次人界大战中 铁之国的武士们听说半葬来了转身就好 这足见山蛟鱼给他们多大的英语 换句话说 要想跟半葬战斗 如果没有抗毒的能力 根本都到不了他的眼前 在这点上 铁之国的三船最有体会 作为见到半葬唯一没跑的武士 且在当时他的居合展已经小有所成 结果因为没有毒年 一个回合就败了下来 要不是当时的半葬还有远大的报复 三船就一命呜呼了 而在半葬和团藏联手 对付小组织的战斗中 面对突然开挂使用轮回眼能力的长门 半葬并没有硬碰力 而是用顺身术逃之夭夭 当时半葬如果用山蛟鱼硬碰力 能不能取胜的 这个不好说 毕竟长门是没有抗毒能力的 不过在半葬自己看来 当时的情况风险太高 不值得自己去拼 其实从半葬的这次行动中就能看出来 他已经违背了自己年轻时候的信念 年轻时的半葬曾经也是为了忍戒和平而战 而从他同意跟团藏联手 他就已经抛弃了当年的信念 而人一旦失去信念 就会变得瞻前顾后 实力就变弱了 后期的半葬也确实如此 为了防备别人刺杀他 在家里布置了层层搞笑 但这些在长门控制的佩恩面前毫无作用 半葬几乎被秒杀 按照活影的设定 这真的不是因为半葬变弱了 而是他早就没了当初的信念 变得贪生怕死了 实力早已不复当年之勇了 分析了半葬的实力之后 我们再看看木叶三人的实力 在和半葬交手的时候 大蛇丸 自来也跟钢手也就是245岁的年纪 也就是大概卡卡西出场时的年纪 估计实力也差不多 毕竟卡卡西出场时就是木叶第一技师 是木叶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 具体来说 此时的自来也虽然已经学习了仙人模式 但远未到能在战斗中能使用自如的地步 甚至直到以后跟长门战斗的时候 自来也的仙人模式的完成度都不怎么高 还需要深作和芝麻来帮他吸收自然能量 所以推测此时的自来也还无法在战斗中用出来仙人模式 而大蛇丸那时候还是木叶的乖乖仔 使用的忍术基本还都是他那套蛇类通灵术 对于各种竞术他还没有染指 钢手的情况也类似 阴风印 创造再生和百豪之术的S级忍术三件套 在当时更是连影子还没有 这点从三忍之战时的情况也能看出来 大蛇丸对钢手开发的阴风印十分吃惊 足见在他们三个分开之前钢手还不会阴风印的 所以他们三人的情况确实跟刚出暗部的卡卡西差不多 那就是都有一定的基础实力 但又都没有能一锤定音的顶级忍术 而且他们三人能在伴藏面前坚持下来 除了本身的实力不俗之外 关键点在于钢手是个医疗忍者 在解读方面更可以说是忍界第一人 有他支撑着自来眼和大蛇丸才能继续打下去 这才成就了他们三人的三忍之命 但巅峰的三忍可就完全不同了 巅峰期的自来也不但多了主攻忍术螺旋丸和大御螺旋丸 而且仙人模式也可以在实战中使用 在深作和致麻仙人的帮助下 自来也才有机会跟六道配恩交手 而大蛇丸更是成了禁术达人 不光从木叶的偷到了绘图转身和八旗之术 自己还研发成功了不识转身 刚手也不成多让 完成了刚才我们所说的阴风逆 创造再生和百豪之术的三剑桃 医疗忍术也是更上一层楼 他们三个在巅峰期联手的话 即使是当时的无影联手也不是他们的对手 更别说山交于半葬一人吧 这不光是因为他们三个人实力强 还因为彼此了解 在战斗式攻击 但如果是三人中的一人面对半葬的话 就值得讨论一下 我们先来看看自来也 刚刚说过自来也巅峰期最强的能力是先人模式 在深作和致麻的帮助下 自来也能发动很多攻击力颇为强大的人数 例如先发五右卫门 可以说在攻击力方面自来也已经超过了半葬一筹 可惜的是自来也没有赌免 而且速度虽然很快 但面对以顺身术闻名的半葬来说 自来也还不够快 如果做不到一击必杀的话 自来也大概率是不如巅峰期半葬 但毕竟是同一级别的对手 只是胜率偏低 并不是没有一战之力 第二个大蛇丸 大蛇丸在实力方面总是存在着巨大的争议 就是绘图转生究竟算不算起实力 一般情况下都是将绘图转生和大蛇丸的实力分开 因为算绘图转生的话 大蛇丸足以去竞争六道之下第二人的地位 半葬绝不是其对手 将绘图转生这个bug人数锅里 大蛇丸在战斗中的优势是什么呢 第一个当然是她的独女 在跟药师兜做了各种人体实验之后 大蛇丸对于人类这个物种可以说比谁都了解 对各种毒更是了如指掌 证据就是卡卡西曾经说过 左蛇的体质经过大蛇丸的教导之后 已经是百毒不侵了 左蛇都尚且如此 大蛇丸还是个怕死的人毒免是一定的 也因此巅峰期的大蛇丸是不怕山蛟鱼的毒的 它完全可以和半葬正面硬钢 在一对一的战斗中 大蛇丸仰仗的就是草体剑和八旗之术 而半葬除了顺身术之外 战斗中用的最多的就是剑术和起爆炎症 如果两人没有别的拿手忍术 那打起来谁能赢就不好说了 大蛇丸除了毒免还几乎免应物理攻击 这在她的战斗中也是多次展示了 只是她的速度跟自来也都是9 但这都不足以追上半葬的速度 而半葬完全可以用顺身术放风筝 但半葬又没有一击必杀大蛇丸的手段 就看谁先耗不住或者谁能制定有效的战术 所以暂定他们两人五五开 最后再看看刚手 刚手的情况其实和大蛇丸类似 也是毒免 也几乎免应物理攻击 本身刚手的速度偏慢 但好在有百豪之术的加成 速度提升了不少 但按照班所说 刚手的速度还是不及雷影 换句话说刚手的速度也达不到顶级 那她就跟大蛇丸是类似的情况 只是开百豪之术相比于平时更耗费查克拉 大概率刚手是耗不过半葬的 所以两人真的以死相搏的话 刚手大概率会输 综上 三人之中巅峰期最有可能战胜山椒鱼半葬的是大蛇丸 大概有五成的几率 刚手大概有三成的几率 而自来也因为有点被克制的关系 胜率可能只有20% 三人之中自来也的胜率最低 这是没办法的事 毕竟大蛇丸和刚手两人一直在研究不老不死的数 而且还都给自己点满了毒瓶的属性 而自来也更像是个常规到底的人者 攻击顶级 但防御方面不抗敌 也没有什么再生能力 换句话说就是比较脆 如果换个对手 那木叶三人的对战有可能是另一番结果 毕竟忍者世界相生相克是存在的 就像又就把大蛇丸克的死死 好了 关于木叶三人巅峰期 谁能赢山椒鱼半葬 今天就说到这儿 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留言 拜拜